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那妹子 咱们这节课来学习一下 P2P的几种预行环境 那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以介绍为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品内容 咱们说了 P2P并不是像西元那样 做成一个二进制的 一双击就可以运行 是吧 前面的课程中咱们介绍过 P2P呢 他要想做服务器的编程的话 需要跟几个小伙伴去配合 对吧 比如说P2P得连接数据库 所以呢 他得有MySQL 对吧 那P2P呢 想发布一个网站的话 他得运在Apaq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得跟Apaq的软件配合 和MySQL的软件配合 对吧 那最主要的是 这个Apaq是个软件 MySQL是个软件 PP是个软件 这三个软件 他得运行到一个操作系统上 是不是这样的 那前面的课程呢 和大家平时接触电脑了解过 操作系统 咱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种啊 咱们最常玩的 现在是Windows操作系统 对吧 那还有 咱们工作中经常使用的 Linux操作系统 对不对 还有那种 专门加往运行的 大项目运行的 Unix操作系统 对不对 当然还有其他的操作系统 总之呢操作系统有很多 对吧 那对于PP运行环境 选择操作系统来说 咱们有两个办法 如果真是向将来商业运行的话 那么咱们最好选择操作系统是Linux 对吧 但是呢 学习PP这个门语言的话 那你我建议你怎么的 选择你熟悉的操作系统 如果你熟悉Linux 那你可以选择咱们另一个操作系统 那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从以前从来没介入过Linux 没关系 怎么了 你如果会玩Windows的话 咱们一样可以玩PP 对吧 所以呢 选择你最熟悉的操作系统 去学习PP 这是最重要的 我不要说说我Linux不会 那在网上一看到是装装环境都是另一下装的环境 那我还得学PP之前学习Linux 没那必要 对吧 但是说了 Linux很重要 但是学习PP不一定用到Linux 没有这意思吧 如果你会Linux对你PP学习 那肯定是更好的 那我也建议大家呢 以后呢 有空的时候多学学Linux 那看咱们视频的 那有可能说你现在会点Linux 那么你可以找一下Linux Linux下面的一些安装方式 一样可以听后边的课程 那咱们的后边课程呢 最主要是以Windows这种为主 因为呢 看了视频的会Linux的并不太多 如果咱们所有的实验都在Linux下进行的话 那好多这些朋友 就有可能说看不懂了 这些命令不熟悉 所以呢 咱们讲课也选择一种 让大家熟悉的操作系统来完成 那妹子你熟悉哪种操作系统吗 我也熟悉文童 比你个词会议会议线吗 会议线 那就好 会议线就多了 帮忙就是看一下 那咱说了 PP要想运行的话 它得跟几个小伙伴配合 对不对 咱说了 操作性能说 比如说阿帕奇 MySQL对不对 还有PRP对吧 那PRP这种 它说不是编译型的 它是需要 它是这种原始节型的 后边咱们 咱们都会具体的介绍 对不对 那最好的一个安装方法 就是 在Linux下边 原代码帮我安装 商业运行的 现在环境都是选择这种 啥是原代码 啥是原代码 把安装 首先咱说了 Linux包括Linux 咱先不管Linux 咱说阿帕奇是个软件 是程序 P2P是软件 是程序 MySQL是软件 是程序 是不是 那这些软件 你可以直接下到它 这些软件都是用西语言写的 西语言去写的 你可以下到西语言的原代码 原文件 明白这意思吗 对 它是用西语言写的 西语言的原文件你都可以下到 对吧 但是西语言和它P2P的解释形 是不一样的 咱需要个环境 一解析它就可以了 西语言的软件是需要编译的 就是写的是英文 对吧 编译长二斤纸 西语言可以冰箱 就能可执行软件 都是二斤纸的 都有个编译的过程 是这样的 所以咱们下到原代码之后 咱们得编译再安装 对吧 那为什么说这种是最好的呢 就比如说 位子你现在是不是衣服很多呀 对呀 你那些衣服是买线长的 还是定做的 买线长的 买线长的 麻烦的 那想象一下 你去商场买衣服 这个你肯定经历过 对不对 那个衣服不一定为你定做的 只不过恰巧了 你这身材是完美身材 所以就能穿 穿的衣服比较合身 对不对 但是最合身的衣服是 零身定做 对吧 比如说你的身材比较好买衣服 像我这身材 当然了也可以 那比如说 咱们说了 买那个原材料 比如说买布 对吧 买扭扣 对吧 买真买线 然后量几的身材 做一件衣服 这应该是最合身的 对不对 当然了 还得有设计师好好设计一下 对吧 这就是原代码安装 就相当于量身定做一套 P2P的运行环境 那但是这个虽然是最合身 最好的 对吧 将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有可能都是用这种环境 但是这种环境的难度 有相当大的 对吧 就像比如说 你买这衣服 是不是很容易 对 这比较合身 就穿上 但是如果原材料 你有了 对不对 而且是免费的 给你的 但是做衣服这个过程 或者设计的衣服过程 是不是有一定难度 对 时间需要长 但是这个难度也比较大 比如说 咱们现在想装 在您下面装 阿帕奇 买所有个P2P 对吧 不光是下轮内码 的话一边一安装就可以了 不是那样的 那成熟用这个安装 也需要两到三天 为啥 为啥 因为 就要让包里安装了 安装完了 那不像咱平时安装上 这样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定制安装 就是什么呢 阿帕奇是模块化的软件 什么叫模块软件呢 就是他比如说有100个功能 就分成100个模块 那你这个项目呢 只用了30个功能 那你只定制安装 那30个就可以了 P2P也是模块化的 对吧 比如说他有200个模块 对吧 那我这个项目里边 只用了80个模块 那我就装这80个模块 那我都说 那都装不好吗 你用不到的功能 如果装的话 怎么呢 他有可能也 西平有点预定的 检测它 对吧 这样的话 一是占效率 另外呢 多装一个功能 有可能 对于安全来说的话 就可能给别人多留了一个后门 明白吗 就可能用这个扩展的功能 去攻击你 对吧 所以呢 咱们为什么说 装圆板包环境 比较复杂 因为复杂的 最主要原因需要 咱们不是说 我会 圆板包安装软件的过程 我就可以装定拉木环境了 必须得定制安装 APA7 我用到它10个功能 我就选择10个功能 P2P我用到第二个功能 我就选择20个功能 对吧 另外最主要的是 APA7 MySQL 还有P2P 这三个得捆绑在一起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平台的运行 而不是说三个都是独立的 因为P2P咱们前面课程介绍了 P2P是作为阿帕奇的一个扩产模块 阿帕奇比如100个扩产模块 P2P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扩产模块 对吧 那P2P本身还有扩产模块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得合到一起去 所以安装的难度就在这一地方 那承手也得两三天 那我都说了 我借过别人装 他也没用两三天 两个小时就装完了 如果你按照咱们兄弟联给大家提供的软件 另一下边圆满方安装环境 这个文档去安装的话 你机器如果快的话 也是一个小时也可以装上 两个小时也可以对不对 根据机器的运行速度 但是你按照咱们文档装的 那么那环境是我们先设计好的一个 需要装什么模块 你只是一个参考去装的 而不是按照你的软件的项目 去提供的需求 去装的环境 理解这个问题了吗 所以说装的快 你这样的固定的文档装 那只要你不敲侧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圆满方装是最好的 建议大家 P2P运行的项目 用这种环境 这是最好的吗 对吧 但是呢 学习的时候 我可不建议用这个环境 除非 妹子 或者是 大家对什么 对Linux比较熟悉 对吧 不然的话 你在学习P2P之前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 去搞Linux 然后去搞Linux 环境安装 对吧 那用一两个月装环境 那你心就把我 P2P还没能学呢 因为没有环境 学会了P2P 对吧 所以得不偿失 经济对待吧 大家要注意 如果Linux不会 不要紧 你选择Windows 便选择这种安装环境 好多人找我跟我说 P2P太难了 这个环境我都怎么明白 其他误区就是 在这个环境这卡着了 还就总想学P2P 还没到P2P那会 就被环境卡住了 所以这个是不推荐的 然后 冰尼下边也有稍稍比 圆满方稍稍简单的东西 就是RPM包的安装 你不学过一些Linux吗 Linux下边的软件 都是以RPM包去装的 就是Red Hat的包管理这种 它的所有的软件都是这样的 用RPM-IVH 后边加软件 一条命就可以装上 明白这意思吗 好多Linux版本出厂之后 因为LAMP LAMP Linux Apache MySlamP 这个组合 是比较出名了 对吧 所以一般的Linux的厂商 在出版 在这个Linux出厂的时候 就默认安装了LAMP这个环境 但是默认这个环境 一些版本有的比较早 有的是不需要位置 或者什么的 咱们不太需要 所以 咱们一般的在内衣下想做一个环境 如果你不选原本包装的话 用RPM包装的话 咱们也会下载一些把原来的包卸掉 下载一些自己喜欢的版本 然后去安装 这个难度不大 只要你会定一丝的RPM在安装都可以 那这种是 但是这种呢 它是 咱们说原版包 你得拿到原版 你得编译再安装 对不对 RPM包是编译完已经打完包的了 你只需要安装动作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不能定制功能 你能选择版本 你需要的版本 对吧 但你不能定制功能 因为它是 这个定制功能是在编译的时候 你把原代码中需要的原功能挑出来 是这意思 RPM包是已经编译好了 你只需要安装就行了 功能不能定制 在这RPM模块化的 你想装上模块就做不到了 PAP模块化 想装上模块就做不到了 这就是RPM包的一些安装方法 这个呢 大家如果对原代码 自己定制不太好 去想学习的话 抓平安包 再拧一下这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环境 但是如果你就非得想学习用 对吧 那我建议你用什么 用一个集成软件 什么叫集成软件 没有人知道吗 对 就把阿爸奇 MySQL PRP 以及一些附属的一些软件 他把它做成一个软件 然后你只需要一执行就安装上了 对吧 所以这个XAMPP 这个就是一个集成软件 你可以下载这个 一条命令一分钟就可以装上 你就有一个PRP的运行环境 就可以学习使用了 但是这个我只建议学习使用 不建议这个软件 你拿到商业 比如说你有个商业项目 放到这个上面运行 不是说他不能运行 学习能用的功能 商业项目肯定都能用了 但是这个有几点不好的地方 第一点 第一点记住了 他怎么着 他这是把这几种软件合在一起了 你不能单独选择哪个软件的版本 对吧 比如说这个软件里边阿爸奇是2.2 对吧 那PRP是5.2 那你想PRP5.4 那除非他那个软件整体升级 版本你不能独立选择阿爸奇买 这有PRP的版本 你不能组合自己喜欢的 因为它是组合 你可以自己挑版本去组合嘛 另外 集成软件呢 他既然提供学习用了 他也不知道你用什么功能 不用什么功能 对不对啊 所以呢 集成软件默认把所有 什么 该装的 不该装的功能 都给你装好了 对 东西都对不对 有的还用不到 占系统效率商运行也不合适 对吧 还有一点 什么呢 这种集成软件 它的安卓目录 是这个软件在合成的时候规定好的 你不能改变 比如说myser我想装奶目的下 PRP我想装奶目的下 不行 得按它的特合规定 听懂吧 所以呢 集成软件不见你商业 作为商业软件的运行环境 只见你学习环境是非常推荐的 所以呢 学习的时候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干嘛呀 去白了环境了对不对 有一个这个就可以学习了对吧 将来真正商业运行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你装环境了 有可能公司已经装好了 有可能用的是云空间对不对 有可能是自己传的服务器安装了对吧 但是呢先学上PRP后期对PRP了解了你才能定制安装嘛 今天PRP你就不知道你定制安装的功能你也不知道它是干嘛 对不对 所以学习的时候先不用去考虑那些环境 OK 嗯 然后windows上呢 当然了windows服务器是不建议大家作为服务器使用的 对吧 他说windows妹子你用windows会出现什么问题 病毒病毒还有呢 还有呢 总中毒慢 慢运行慢 图形界面运行慢 对不对 更新一些东西 所以我更新 遇到死机的情况吗 有 对 这都是windows作为服务器的一个弊端 另外你要作为商业运行的话 你怎么也得买正版了 对不对 花一些money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不是建议大家 windows作为服务器理由的 但是大家平时对windows最熟悉 所以windows呢 咱们作为一个学习环境是非常好的 对吧 嗯 那就算你非得加入Lins就不会 那我还想玩服务器运行我的PSP项目 对吧 那windows我建议你安卓也选择单个软件下载安卓 什么叫单个软件下载呢 因为他说了 装这个PSP运行环境是个组合 阿达奇买这个PSP等一直提累 对不对 这三个软件 以及像PSP运行环境呢 或者其他软件单独下载 听懂吗 单独下载 这样的话 你可以指定要自己想要的版本 单独指定安装的目录对不对 但是呢 也要在捆绑在一起 因为PSP是作为阿达奇的扩展模块 就是那两个 当然了 咱说windows就是学习用 那学习用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单个软件安装 对不对 那既然另一下边都有XAMAPP XAMAPP 那X指的就是不一定是哪个操作系统 可以是windows Linux 还可以是unix 名字是吧 A指的是阿达奇 M指的是买资格 P指的是PRP 另外一P指的是POR语言 就是在POR语言的支持的一个环境 真的吗 在Windows下你可以装这个软件 X换成W就可以了 对不对 WAMPP的话 也有这个软件 对吧 也就是这个软件 可以在另一下云 可以在Windows上用 它分操作系统的 当然了 Windows上除了这些软件 还有很多集成软件 对吧 那咱选择这个 你只需要一分钟 就可以拥有一个PORP的 很好的一个密集环境 但是切记 集成软件 只适合学习用 对吧 那咱 这些个就到这里 咱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最好的环境不适合学习 除非你会逼你的 此情况下 对不对 那个装起来是相当的麻烦的 但是做出来 这一旦做出来之后 就非常好的 学习的时候就装集成软件 对吧 那下节课我们就介绍 Windows下 有哪些集成软件 咱们选择哪个安装 好 接下来这 这节课对PORP需要的 哪些环境 以及选择 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给大家做了一下介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